陳佩琪自報於擔任公務員期間 以人頭開立公司 涉及三個部分的法律責任 第一個部分是因為公務員服務法 明文規定禁止兼職 因此公職律師期間 用人頭開立公司 違反禁止兼職的規定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第二個部分是因為用人頭開立公司 涉及時公務員登載不死 用人頭的資料去給相關的主管機關 進行登記 因此涉及的是違反文書 刑法的死公務員登載不死罪 這個有三年以下去吐息的犯罪 最嚴肅的部分是 會不會淪為高雄案的翻版 也就是說如果他在擔任 公立醫院醫師的時候 有申領這個不開業不兼職獎金 那他同時又違法兼職去開立公司 如果陳佩琪在公職醫事期間 有申領這個不開業不兼職獎金的話 依照最高法院的見解 有見解認為說這涉及的就是 貪污之罪條例的這個 利用職務機會榨取財物 那這條犯罪是相對重的 那這個案子顯然是刑侵法重 但是還是要檢身面對 因為這個刑者是 我沒有看過這麼坦白的人 但是他有不坦白的地方 所以先用別人的名字開公司 這個別人是誰 我們還想說他在講的事 跟他兒子那個是同一件事情嗎 搞不好有第三家 沒有沒有 還有抓貓獅子沒有發現 用別人 這個用別人 這個用別人 很不湊巧跟他先生同性 很不湊巧他又那麼熟 那他就知道是誰了 那但是這個狀況下來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有跟他講 他說我老公叫我就先不要搞了 先不要搞了 我本來想賣賣咖啡 跟醫生在這個公司裡面 談談這個醫學健康講座 這公司好像不是什麼健康公司 也不是什麼咖啡公司 他好像是有關於資訊有關的公司 科技傳媒 他應該是想開網咖 不是 我跟你講他這間公司 開得很高 對 偉大精深 他叫做智瑶資訊傳媒公司 對不對 那聽起來我們理解中 應該是跟網路 網路 媒體 行銷 應該就是網路媒體之類的 那我們看看他登記的項目 包括什麼好不好 食品顧問業 一般投資顧問業 然後有資訊 有軟體 藝文服務 還有食品 有食品 雜貨 批發 食品 雜貨 飲發 食品 雜貨 飲料 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 國際貿易 他真的很雜 就是網咖 對 就是網咖 這總片 這總片就表示說 陳佩琦真的想幫柯文哲做些什麼 可是你的自白 真的會害到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臉色不好看 所以這次柯文哲回家 他的臉色不好看 不是為了別人 就是為了你 可是館長的反應 館長反應 我覺得柯文哲要聽進去 館長真的在說某些心聲 也就是說 大黨不查查小黨 他在說你是小黨 柯文哲怎麼是小黨 阿伯第一 阿伯的民調是很高的 你怎麼可以說他小黨呢 另外就是說 你不要管那個小黨 現在不是大黨小黨的問題 是政治獻金裡面有沒有問題 政治獻金要有疑問 那如果有疑問說明白 木可公司賺的錢 一千三百萬的授權金 還有他這個年度的授權 這個賺的所有所得 請問陳文娟負責人 李文娟負責人 你怎麼辦 你怎麼用 你怎麼 你怎麼樣去處理 如果這筆錢 還是乖乖地躺在銀行 躺在誰的帳戶 誰來支用 誰來使用 跟柯文哲的基金會 跟柯文哲本人的使用 有沒有關係 如果可以講清楚 那就是你會做生意 但是那個你發票拿去監察院登陸 可是人家開發票單位就說 我沒有做這個生意 這一定是要這個負責人出來講 那不是民眾黨出來講 木可公司是有負責人的 它是一間公司 人家現在質疑你的問題 是不是負責人應該派公關 如果你是一人公司 就本人出來講 出來講清楚為什麼 為什麼都是民眾黨的幹部 跟民眾黨的相關人士出來講 那不覺得很奇怪嗎 難道木可公司是民眾黨的嗎 還是民眾黨歸木可公司來收入 還是木可公司的錢 要跟民眾黨做回報 如果中間沒關係 木可公司出來說明 如果中間有關係 那麼這種關係 就叫做讓人覺得非常懷疑 是不是在做某一些方面的作為 而這些作為有沒有違法 更要說明白 柯文哲之前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有成立這個有承認 木可公司是我們開來的 但是他現在的講法是說 他是參考其他政治人物去開公司 我就是好奇誰 你講清楚 你說小英商號 那是為了蔡英文總統選舉 第二次選舉 2016年那時候 選完之後 這個小英商號就收起來了 就沒有了 而且那時候是真正成立一個公司 開發票的 是那一間商號直接 你去買什麼本子 買帽子 是那一間公司直接開的 跟你現在的木可公司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 跌勾倒菜兜 柯文哲之前講說 政治人物成立基金會 就像魔戒一樣對不對 你知道柯文哲 現在有幾個魔戒嗎 有兩個魔戒 他有一個基金會 又有一個智庫 有沒有 他有兩個魔戒之外 又成立了兩間公司 他兒子的一間 木可公司一間 我覺得他做 他在收集兩個就變薩諾斯 對 這樣一談 他就飛掉了 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現在做的事情 是所有藍綠政治人物 所沒有做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 不要再跌勾倒菜都黑白狗 柯文哲的風險很高 因為他的案 不是我們剛剛聊的那些 現在這個才是真的深水虛 現在就在辦 是針對金華城案的部分 因為媒體就報導說 檢調在下個禮拜 要來約談前台北市的副市長 彭震生了 黃國昌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回答失職本身 他在回答的是說 檢調為什麼現在已經知道這些消息了 為什麼走路出去 很奇怪 他還喊話法務部要出來說明 我們先一起來看 要你怎麼看 就是金華城案的部分 就是檢調要約談了彭震生 那會不會擔心 接下來柯主席會被約談 然後另外想要再問一下說 那個政治先進的部分 最近被質疑說 流進木可公司這樣 今天自由時報 好像是用頭版頭條的方式 去宣布說彭震生下禮拜 要被檢調約談 那我看到那個新聞標題 其實我是非常的詫異 怎麼我們檢調在做什麼事情 自由時報掌握得這麼清楚 自由時報是跟我們檢調 彼此之間有什麼密切的聯繫嗎 而檢調在偵辦這樣的資訊 適合透過獨家洩漏給媒體 來做頭版頭條嗎 所以你剛剛那個問題非常好 但應該要出來回答的是 我們法務部部長 請問一下法務部 你們現在在做什麼 檢調放消息給自由時報 做獨家在帶風向嗎 在進行政治攻擊嗎 法務部部長 說好的偵查不公開呢 這個消息是怎麼洩漏出去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 法務部要不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主任不好意思 就是針對木殼的事情 就是因為那個木殼少誤到 謝謝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邊是黨團的集團 我等一下會後再回答 謝謝 木殼不要問我 木殼你不可 這個已經變成是網路的笑梗了 但是其實黃國昌的疑問 我覺得媒體人應該都也可以幫忙解答 我先請教韋涵哥 一 這個榮基律案是不是已經辦一陣子了 對不對 然後再者是慢慢的 有一些消息就出來了 五月份的時候 第一批市府官員 像是都發局的相關人員 有經手的人員 都委會的委員 都已經處理過了 而且彭震生因為蘇培姐 這一陣子有幫彭震生想 雖然他後來 拿去彭震生撞回去 不管 其實他有跟你表達說 他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他有出來講說 這不是我主導的 我不是PM 我不是那個人 我不是那個人 不要來 對 他們心聲 但他現在不可以承認 說是柯文哲親切 他應該是不能夠走路消息 然後怪的是黃國昌 他想說 我們要問你 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他不達實質的本身 這是不是我們又回到 憲法法庭的狀態了 對 那我請教韋涵哥 怎麼樣來看黃國昌答不出來 我覺得還是 還是要從柯文哲的態度 一路談過來 就是黃國昌為什麼答不出來 不敢答 答了 我們先看原來 過去都講國民黨 國庫通黨庫 柯文哲現在 黨庫通內庫 通到自己家人 當然那不是家人 那是別人 平常是家人出事是別人 真得許巧心真傳 好 那我們來看 柯文哲還有一些辯解方法 你注意黃國昌用完全一樣的 如果人家已經在查了 破壞 故意的政治處理 政治辦案 如果人家沒有在查 如果證明我就是清白的 如果我有事的話早就被辦了 他們都是同樣的邏輯 不管被辦 有沒有被辦都包牌 永遠都是他們 對 好 那當然黃國昌現在 這個因為大家一直刺激他 就是說你什麼時候要去辦柯文哲 我就問他現在是不是民眾黨 重要的黨公子 是啊 民眾黨內傳出如此嚴重的 財務不清狀況 黨內要不要進行成立專案小組去調查 要 其實正常的政黨是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必須說 黃國昌現在就在閃 他不希望他太過的踩到了這個案子裡面 要注意不管是木可或者是金華城的案子 金華城的案子那是陳志涵的 木可的是柯文哲的 其他大帳房大總管都跟我無關 如果我不要講什麼話 我在那邊裝死閃過去 最後活著的是誰呢 就是聖火而已 所以黃國昌現在講什麼他都是打模糊仗 反正一切黃國昌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一切都跟我無關 如果硬要跟我無關 那都是民進黨害的 再來看到彭震生 其實在這個彭震生 要被約談的消息 傳出來前一天 我就有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為什麼彭震生 原本都在藏 現在要出來比如找蘇貝他們 就說我要在議會去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聽到 聽到有人被約談 所以他需要趕快找司法之外的人 又是公開的場合 趕快讓我跟你講 我要作證 然後我在這邊講一套證詞 這樣我就不會怎麼樣了 萬一檢察官約談到一半 覺得太有趣了 我看羈押好了 這人就不見了 所以他趕快去找議會 趕快要去主動出面 接受專案小組的約談 好 不巧就碰到個颱風 這個事情就往後拖 直接拖將近一個月 這個一個月大家都講說 那這個時候檢調會不會約談 果然現在檢調來約談 為什麼檢調要來約談 其實也不用什麼透露消息 你看彭震生一開始說 我要接受約談 然後大家說彭震生要出來約談 彭震生有明確做了一下 以下的這些檢答的說明 然後他要出來說 沒有 我也不是怎麼樣 有在翻 他的口供有在改 所以檢調會覺得 與其讓你在外面 在那嘰嘰咕咕咕一直在改一改 不如直接叫來問 好 所以接下來 就是要看幾個關鍵的點 特別就是這個 金華城簽工展 就是這個之前大家討論很久 柯文哲的這顆章 彭震生在講的話 其實沒有推翻這顆章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不要抓我就對了 對 最高行政總統採量 不要抓就抓這一個 他有押日期 我決定的 別人決定的 對 他有押日期 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就代表這個章蓋下去 當事人自己寫的一個日期 就表示說 我本人在這個時間點 做了這個才是 所以他這個公展 就是代表這個事情 案子已經成了 而柯文哲把它推出去 讓大家批評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 好 那現在不管彭震生 要去做什麼樣的證詞 至少從他的態度可以知道 他想下車 他不想跟著一起陪葬 那柯文哲會不會 因為這樣的案子睡不著呢 我個人認為 現在的關鍵點 還是卡在幾個很重要的環節 第一就是 柯文哲會不會 在彭震生之後 比如說彭震生 叫去問了之後 隨即被約談 再來就是說民眾黨內部 會不會在柯文哲按這個彭震 因為彭震生進去約談 一定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放話 也不是什麼惡意放話 因為媒體記者本來 就大家各顯神通 彭震生進去 談完之後出來 也可能他自己放 也可能是檢調 或是各方都有可能放話 這會不會刺激民眾黨 去趕快緊急處理 做止血的動作呢 不要忘了 其實除了金華城案在走 臺志光案 北市科案 也一樣在走 就我瞭解 國民黨好像投注北市科 是投注蠻多 因為金華城口 會打到自己人 所以北市科 好像是他們黨中央覺得 可能會比較 值得他們投注的 那北市科等等的案子 他們常常出手的時候 比較漂亮 會在那邊畏畏縮 他們可能就是會覺得 這個是他們比較 願意去經營的點 而且剛好會卡在一個什麼時候 包括像謝國良的 那個要進到最後罷免宣傳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氣勢不能出 至少議題要轉換 要稍微轉移一下風向 所以我認為 柯文哲真正的受難期 會從下個禮拜開始 不只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木可 這個接下來 包括彭震生 約談等一系列的 後續的效應 大家就繼續看一下 我們到此後 坐在這里 我們到達後 我們到達後